之前在这个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上映之前吴亦凡也是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那既然是一部爱情片 我们的记者当然也要对吴亦凡来一番爱情拷问 而且他应该还没有之前的老徐那么老到 所以聊着聊着吧 就把那些婚姻啊什么孩子啊都给聊出来了 信息量真的实在有点大 电视机前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吴亦凡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在我真的有喜欢童子的小姑娘在五岁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喜欢童子的汤匙吗 没有就觉得小姑娘挺漂亮的 谈恋爱的时候会不会大男子主意呢 可能也会有一点吧应该会有一点 不过如果你跟吴亦凡在一起 他说他会烧饭给你吃 包饺子干嘛的吗 最后我高手 你是高手啊 在拿手菜的时候 没有我就开玩笑的 还好炒个西红炒鸡蛋什么之类的 作为万人迷 为了让吴亦凡的择偶标准更加的深入人心 我们的节目特别准备了一个谈恋爱中最难忍受的事情 选择题让吴亦凡来做 A 陪女朋友逛街 B 每天下班去接女朋友 C 女朋友为了一点小事闹情绪 D 女朋友跟其他的异性朋友出去玩 这个异性好像有点敏感啊 对 接下班我可以没关系 我觉得OK的 三吧 我喜欢比较懂事一点的吧 第三个选项是女友为了一点小事闹情绪 吴亦凡最不能够忍受的是这个 所以她喜欢不作的女孩 大家懂了吗 因为其实我的工作的原因上来说 其实是挺需要对方给我很多的包容和理解的 所以我比较在乎的还是需要比较善解人意吧 好沟通一些 我特别喜欢逛街 可是我真不知道怎么陪逛街 这以后真的就不大方便嘛 毕竟是 看得出来如今人气爆棚的吴亦凡在自己的爱情路上 有那么点身不由己 不过现实生活当中还没空经历的 电影里面可是一个个如愿了 这不在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里 吴亦凡就和王立坤上演了好几段本戏呢 唉 但是怎么说呢 而出了本戏 你们知道吗 电影当中的他都有孩子了 镜头当中的吴亦凡都开始回忆起 他帮电影中的女儿梳头发的画面 没忘了梳过头发 所以一开始人头发梳得简直就不像样了 已经我自己都笑场了 梳完之后 唉 只是第一次跟孩子拍戏 吴亦凡自己都显得六身无主啊 照这么看来 等到吴亦凡自己有孩子的那一天 他一定是个不合格的奶爸 没想到这个时候吴亦凡的意念非常坚定 以后我如果有女儿的话 我一定会特别特别的疼 特别照顾她 就把她当一个小公主一样的 所以你变得是个女儿 对我喜欢女儿多一些 当吴亦凡的女儿 这样的画面简直不敢想的 不不不 吴亦凡说这个是可以想的 因为我还是挺渴望有个家的 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温暖 有了新天地小编的心 也仿佛被温暖到了北京独家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